中国帮柬埔寨修运河 越南为什么急了 就在8月5日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和夫人 一起出席了运河的开工仪式 并说柬埔寨会不惜一切代价 确保运河顺利完成 这条运河名叫德重复南运河 使中国和柬埔寨 共同出资17亿美元 由中国陆桥公司主持修建的 原本为了庆祝运河开工 柬埔寨宣布全国放假一天 举国同庆 可越南却跳出来反对 说服南运河的开挖 会影响柬埔寨的生态 会影响越南千万农民的粮食欠收等等 越南为什么会反对呢 当然是影响到了它的利益 这条运河全长180公里 起点是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终点是白马市 预计耗时四年 到2028年完工 其实不休这条运河 柬埔寨也能从金边向东 经过柬埔寨河 穿过越南进行贸易出口 当然 经过越南的港口 肯定是要交过路费的 据统计 柬埔寨每年都有200万吨的货物 通过越南出海口出口 光是一年的过境费 都超过1000万美元 最关键的是 一个没工河的出海口 就让越南牢牢卡住了柬埔寨的脖子 如果越南提高过路费 或者不让柬埔寨过港口 那柬埔寨的商品就不能出海 所以柬埔寨一定要修运河 就像柬埔寨首相红马奈说的那样 我们要用自己的鼻子呼吸 据官方预测 等这条运河投入使用 每年将被柬埔寨带来 8800万美元的运输收益 到了2050年 运输收益将会攀升至5.7亿美元 柬埔寨经由越南港口的航运量 也会减少70% 既能摆脱对越南港口的依赖 又能减少航运成本 柬埔寨一居两得 可越南就不一样了 没有了柬埔寨的过路费 越南一年至少要损失九位数 你说越南能不着急吗 但修建运河是人家柬埔寨的权利 就算越南在反对 得重复南大运河 还是如期开工了 眼看反对无效 越南又来了把硬的 越南急了 为了阻止柬埔寨运河开工 竟然派军队跑去越建边境部防 去的还是越南第三百三十师第九军 它是越南国防军中 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军队 柬埔寨这边工人挖运河挖得火热 越南那边士兵军奄奄的火热 谁也不服谁 这条运河究竟有多重要 竟能让越南这么大动干戈 这条运河名叫德重复南运河 使中国和柬埔寨共同成建 采用建设运营 转让的合作模式 十七亿美元修建 享有未来五十年运河的管理权和经营权 这五十年中运河的所有收入 都归中其所有 等五十年过后 运河的管理权就会移交给柬埔寨 虽然柬埔寨是临海国家 但大部分海岸线都被山体占据 唯一的出海口就是越南的港口 可想要从越南过 必须留下买路钱 出口交 进口交 越南的港口费收得比谁都贵 光是一个柬埔寨 每年都要给它上交 上千万美元的过境费 一旦运河建成 越南港口就失去了独家权 再也无法左右柬埔寨 一没了税收 二没了话语权 你说越南能不急吗 但急归急 反对归反对 柬埔寨是铁了心的 要建运河 谁阻止都没用 而且龙哥家的两艘军舰 还在柬埔寨云长海军基地停着呢 你急之前 不得掂量掂量 估计一向低调的柬埔寨也没想到 一条运河 竟修出这么大的动静 还让他们登上了国际头条 成为各国网友热议的话题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中国为什么要帮柬埔寨修运河 难道不怕越南出兵吗 这是一位越南网友 在外网上提出的问题 他说 柬埔寨修建运河 给越南带来很多困扰 应该立刻停止 甚至有的越南网友还说 我们为什么不发起一场专项行动 来教训他们呢 请柬埔寨立即停手 避免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更搞笑的是 有位越南网友说 柬埔寨想与越南平起平坐 只要我们越南减少点港口费用 那条运河就会空着 说真的 当看到这些回答时 我想起一句话 躺臂挡车 不自量力 就像这位韩国网友说的那样 越南不是真心想阻止修运河 而是担心 在中国的帮助下 他们会被柬埔寨甩在后面 英国网友也在下方评论说 一旦运河建成 柬埔寨会有更好的贸易前景 越南充满了嫉妒 所以才会阻止这个项目 就连法国网友都说 柬埔寨的选择是对的 中国工程值得信赖 当然 有的越南人还是清醒的 他说 柬埔寨正在计划修建一条运河 越南已经提出反对 但一切都没有改变 只希望它能顺利进行 不要影响湄公和三角洲 是的 这位越南网友说的很对 柬埔寨自己想修建运河 工程也是在柬埔寨本国进行 建成后老挝 泰国等国家的商船 都能使用 不仅能促进国与国的贸易交流 还能提高周边居民的生活水平 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好工程 越南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些 不要只在乎眼前的那点利益 运河已经动工了 修建完成只日可待 何不顺水推舟 顺势而行呢